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使 先進各位關心肺部疾病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宇松良 剛剛聽了崔雲盧研究員講的太高聲了 可能我相信在場有很多來賓們都很難catch out 聽起來看起來很好 我比較落地其實我也聽不太懂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 從登月計劃的結果 我們怎麼樣可以讓它讓我們可以更接近 而可以被應用 這個就是可以更親民一點 所以陳老師剛剛的研究結果在中間 然後國家花了這麼多錢 並不是只是發一篇paper 在國際上這樣就算了 而是要想的是藉由這些研究成果 怎麼樣可以回饋給這些病人 甚至可以回饋給減少未來的病人的發生 所以首先我們可能會從治療的方面著手來看 所以剛剛提到的兩個分別對於早期肺癌的治療 就是開刀以後治療的一個復發 以及對於晚期病人最近非常熱門的所謂的免疫療法 免疫療法我們知道免疫療法它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在肺癌裡面 它的反應率 就吃了有用的 食用了以後有用的這個機率大概在二十幾個percent 不到三十個percent 可是它的這個費用非常的貴 要好幾百萬 所以有沒有辦法找到比現在用的方法更好的這個檢查方法 那我本身是一件事 我本身是一件事 所以我們就想說怎麼樣的開發這樣的一個檢驗 所以在20年那時候就跟那時候的科技部申請了一個四年期的計劃 申請了一個四年期的計劃 想法非常的簡單 想法非常簡單 就是開發早期 早期開到以後的病人裡面 為什麼會有十幾個percent到二十個percent的病人 看起來好好 可是它兩年三年它就復發了 有的甚至一年就復發了 可是有人開完刀它就好了 它就好了 它也不會再復發 所以在這四年裡面 我們規劃了 從檢驗試劑的分析 分析缺效 就是這個檢驗試劑到底好不好用 我們再進行分析缺效 之後我們會進行臨床試驗 那我們知道在台灣如果廠商要進行臨床試驗 其實有比較多的困難 尤其在收案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申請國家的資源 直接在國家的經費支持下面 我們就申請這個臨床試驗 所以也邀請了包括張繼承 張醫師 然後陳清新陳醫師 還有包括蛋白的專家 統計的專家 還有打雜的我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model裡面 除了檢驗試劑的研發以外 我們會想有沒有辦法再擴大它的影響力 向上跟向下 所以在基礎的科研以後 找出有可能的研發方向 兩個方向 所以接著 除了透過兩位醫生的協助以後 我們也結合了台灣的做抗體的公司 然後進行客製化 我們希望能夠 既然是在地的疾病 台灣的疾病 那是不是應該可以在台灣形成一個產業鏈 所以包括了抗體的公司 那同時之間既然是一個產品 它應該要能夠申請專利 所以我們在今年也會提出這個專利的申請 同時我們做研究的 我們大概只會做研究 後面說怎麼樣的去行銷 怎麼樣的去做marketing 不是我們的專長 所以我們也積極的參與 包括了BioAsia 就是亞洲生技大會 然後在台灣的一個推廣 同時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老師們很少願意出去開公司的 可是我們的學生呢 我們學生的就業 大家常常會講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讀書 我也不知道因何而戰 所以我們的高階人才培訓教育 常常出了問題 所以在這一個一路的研發過程裡面 我們讓包括了博士後研究員 我們包括了助理 包括了我們的研究生 他們就參與在裡面 他們也還不錯啦 還不錯 至少沒有讓陳老師的心血泡湯 所以他也在教育部的創新創業人才的競賽裡面 他們也融獲了第一名 所以這樣的一個 由一個單純的科研 是不是可以發散到一條產業鏈 甚至可以深化我們整個生技產業的一個教育人才培訓 這是我們在想的 剛剛提到的是已經生病的人 所以我們知道說 下醫醫已病 中醫醫未病 所以在已經生病的末期癌症 或者是在早期癌症的診斷 可是更重要的是 上醫醫未病 就是還沒病 還沒有生病的 也就是跟今天整個論壇下面的問題 環境、空氣等等習慣 所以怎麼樣的來把這一些因素 尤其在台灣的當地做一個比較深入的研究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在去年的國際肺癌研究協會的亞洲大會 張副校長他有一個talk 他有一個口頭報告 他已經有指出了 對於不抽菸的肺癌 台灣肺癌的篩選 應該注意哪些事情 可是在目前 目前對於不抽菸肺癌的篩選 其實分成兩派 而且西方更傾向於說不需要篩選 不需要篩檢 對於這些不抽菸的族群 他認為是低風險 低風險為什麼要花錢去篩檢 所以這個是考慮到篩檢本身的成本效益 然後有一部分的學者認為是還是應該要篩檢 只是篩檢它可能要有一個優先順序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 在國際裡面一個比較常見的一個最常用的肺癌 的一個預測的一個模型 PLCO PLCO對於不抽菸的病人裡面做了六萬多個病人 最後它做出來的風險是低於應該要去篩檢的臨界值 換句話講就不需要篩檢 可是事實上肺癌的篩檢 就是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篩檢 對於抽菸的病人是有非常好的協助 但對於不抽菸病人它的可行性跟成本效益 其實並不清楚 因為不抽菸病人所造成肺癌的成因 非常的抑制性非常的特化 對於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族群原因可能不一樣 所以有的可能是跟二手菸 有的是跟職業暴露 我們有職業暴露的專家待會兒會講 然後包括空氣污染 東污染以及另外一位專家的COPD 呼吸道的這些疾病包括年齡等等 各國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能夠再拿西方的標準來東方治病 尤其在台灣治病 所以在不抽菸的肺癌這個問題上面 其實很早以前台灣就注意到了 所以我們借用一個楊帆池院士的一個data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東亞台灣跟大陸 可以看到我們的抽菸族群其實非常的少 在女生大概5%左右 可是男生的話他的抽菸其實都很高 都超過60%以上 而在西方國家他的抽菸的比例呢 也都超過60% 80%左右 所以他的成因不一樣 治療不一樣 篩檢的方式當然也就不一樣 而這樣子的一個在流行病學上面的顯示 其實在2000年的時候 在2000年的時候 陳建仁院士、楊帆池院士還有熊招老師 其實已經對於台灣kick off 開啟了一個比較大規模的篩檢 一開始是一個女性肺腺癌的遺傳流行病學的一個研究 我們稱之為G-LAG 後來發現的確台灣的女性的不抽菸肺癌 的確是有基因上面的問題 所以隨後又kick off了另外一個叫做G-LAG G-LAG的study 就是肺癌基因的研究 所以展現了的確有遺傳的因子在裡面 所以在2014年的時候 就從不抽菸的流行病學開始往後延伸 開啟了一個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的這個 檢驗台灣高風險 在不抽菸的這個族群裡面 我們稱之為Talent Study 而楊校長 楊院士 他總共收了一萬兩千個病人 的確可以看到有家族遺傳史的跟沒有家族遺傳史的 他有明顯的在肺癌的這個發生率上面有明顯的差別 也會增加 所以在去年 在去年 衛福部的這個第四期的癌症研究計畫裡面 整個Talent Study 在去年由衛福部 他就針對一個家族遺傳性 給了全世界的第一個針對遺傳性的 Lodos CT的一個全民篩檢 所以只要符合 包括45歲到45以上的女性 50歲以上的這個男性 他兩年一次就可以做Lodos CT 同時其實在外科上面也很努力 陳慶欣陳副院長他 研發了這個非輕型性的開刀手術 所以他平均一年有1000多例的肺癌的開刀 所以在怎麼樣去結合整個國家 學研醫界的這些努力 所以在去年 在四期的這個癌症計畫裡面 我們把基於第三期的癌症計畫的Talent Study 裡面得到的Information這些資訊 包括了遺傳包括生物標記 包括肺功能等等 通通放到四期癌症裡面 然後這個是由張基成副校長他領導的一個研究 所以看得到的 利用之前的回溯的這個資料 建立一個模式 這個是要落地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去看成本分析 所以總共預計要收1萬個人 希望這個Study做完了以後 台灣的肺癌篩選對於非沖煙的病人 我們真正可以落實到上面 也找到台灣特有的這些生物標記跟遺傳標記 然後我很簡單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